- 伏仁艾与江洪杰离婚后,将事业重心转往大陆 而她日前以庆森大学课做副教授身份开课 并以奥运为主题上的90分钟的课 她想把自己在运动生涯上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学生 而漫玩讲座后,她心情似乎轻松不少 9日她则罕见在网上狂喜办,又是直播又是发影片照片 让网友分分好奇问她爱讲是不是有点醉了 怎么一直在发,对于被迟疑喝醉 福音爱也亲自解释我一滴酒都没有喝 而10日一早她要继续发文分享她在妆法的照片 而她穿上红色球衣的模样,整人看起来瘦了一圈 那网友看了频频发问,福音爱是不是又瘦了 这个人好像小了一号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